现在我就来针对大家的一些些问题来做解答 尝试过量子催眠 连结高我跟进入前一式进行沟通是一样的吗 跟高我连结比较像是你跟你自己说话 因为高我它不是我们之外的任何一个对象 它其实就是我们自己 那小我它就是三维的我 那高尾就是接近神性的你自己 所以正在跟高我连结上的时候 其实比较像是你在跟你自己讲话的概念 就是你有感觉到自己的声音 可是你可以明明显显的知道 说这股声音它是更向上的宽厚的 然后它也是可以对话的 它不是说就是叫你去离职 叫你搬出去之后 可能就是没有什么细节的 其实高我其实它就像是我们的好朋友一样 就是你去跟他讲话 就是学习高通的方法 就是要去问马跟答 问跟答 然后保持友善的默契 我真的有去问高我说 那不然搬出去 那要搬到哪里 它是会就是用一些方式告诉你的 对 然后你也可以跟它建立属于你自己的方式 比如说我就是初期就是用 领摆嘛跟排卡 然后后来渐渐就不用了 就是完全的回归到 意识上的聊天跟沟通 如果上完课还是没有办法连结呢 因为高我连结 它其实是需要一些练习嘛 跟唤醒 并且也要你够轻松跟相信 所以课程其实都是一直在反过做这些事情 当然看完一次 你可能不见得会就是让你最大的那些限制型的想法直接消融掉 但是只要你愿意 你只要是有意愿重复去做的 你一定可以断断续续的开始感觉到一些不同的地方 对 一定是可以的 那如果你真的还有问题的话 到时候也都可以私讯我 你可以私讯我的IG 然后或者说有约咨询等等的 我都可以更详细的去帮你看 甚至就是帮你连结也是可以 但是当然还是希望大家是不外求的啦 是可以自行去恢复那个连结 而且像我自己啊 我之前有上完类似高我连结的课 但是其实我当下也没有觉得我有连结上 我也是到了大概快半年的时候 我才正在连结上的 对 因为从前其实你有很多无形中的累积 比如说我看了很多书 与神对话啊 或者是就是针对那些稍稍的灵感 我有真正去活出来以后 相信指数加一 怀疑指数减一 相信指数加三 怀疑指数减三 然后之后 它才突然就是会发生 所以高我连结 它不像是我们世俗之中的一个目标 去要可以去追逐的 反而是你要相信你本来就是已经是连结的 只是你 你要做的事就真的只是把上岸的东西 拿掉取消 拿掉取消 不够放松吗 那放松一点 我是不是又在怀疑了 那消除怀疑 然后大家双重确认 然后最后的那个答案 其实就会非常非常靠近高次元答案 疫情说购买课程后 是要按自己的时间去做学习吗 对 这是一堂线上课程 然后也是已经录制好的 这是总够十堂课 然后PO上去之后 就是永久无限次观看的 并且可以随时随地 你不用因为说 今天直播时间是7月8号 8点 你就跟不到就没有 不是 就是你可以随时随地的观看 然后也建议大家先看一遍 慢慢的看 慢慢的跟着说 慢慢的看一遍 然后真的不懂的话 再回来针对不通的地方 再去做一些排解 再看一遍 所以说 他发现自己能够渐渐自助连结了 是一个很神奇的体验 即便生活预算不允许 对 我觉得这样其实也很好 因为每个人都是已经连结状态 只是你敢不敢知得到这一股连结 然后相不相信这一股连结 那有没有活出这股连结的差别而已 所以很恭喜 如果你已经有这样子的一个体验化 其实你只要继续地保持轻松 然后相信 去加深这一份体验 你们就是 这是高我连结 因为其实高我 它就是我们内在里面 大家可以把它想成是一个亮亮的局部 一个亮亮暖暖的一个地方 它其实就是在我们内在的最深处 我的天生爱自己的组合包 就是与自己相爱课程 加上这个入门预购的课程 它现在也是六二者的状态 如果你也真的想要灵性做一些提升 因为我里面的课程 尽量都是针对大家的痛点 跟我长期研究出来的一些方法 去尽量普通话的去讲的 并且也有很多有趣好玩的方式 跟支持系统 所以就是想要一次灵性 有所学习的同学 其实我的影片已经有一些些干货了 但是其实更深入的手把手的部分 其实都是在课程里面 所以直觉就是第一个念头 就是第一个念头 然后通常就是来自于高我的 因为当我们的感觉 它已经不是第一个念头了 它接下来就是你没有去相信它的话 可能就会变成 被小我跟大脑的一些话语给线缩住了 你就会有很多的怀疑 想说是不是那个啊是不是这个啊什么的 所以当时间一放了酒 它不是第一个直觉出来的想法 而且你也没有相信它的时候 其实就很容易会跟高我的迂会给错过 我会尽量多写一些案例 在各种情形下高我都是怎么去回话的 基本上与高我连结都需要先去做提问 就是你要说 可能高我高我高我 请问 那这哪一个选项是更贴近于我的 对 就是先做了提问之后呢 然后你再去抓取那第一个直觉 它就会是高我的讯息 并且也要用感觉去做一个辨识 就是说高我来的讯息 它其实是会比较宽大的 它不会说一定要怎样 一定要那样 你万万没有想到的 那你想了之后会有一点点害怕的 有一点跳脱的 比如说我之前说的去离职啊 放下直念啊 然后等等的 高我的声音比较像是神来一笔的那种声音 就真的是很宽大很慈悲 然后如果你要世俗生活的方向的话 它也可以给你 就是你在继续 我也在继续沟通 它还是会给你一些建议的 那自己内心的声音 其实对我来讲 自己内心最根源 最根源的那个自己就是真我 真我就是空性 然后神性的那个自己 就是自己就是神的那个状态 那高我呢 它跟真我又有什么差别 高我它其实是一个导游 有一个想导 它会把我们带到空性的面前 活出故事 这个故事 这个有形 有色的故事 这一世里面的最高的状态 可是它还不是真正的真我跟空性 真我跟空性的这个部分 我在与自己相爱的合理议事课程里面 很可以很清楚的去分辨哪些是小我的声音 哪些是高我的声音 开除掉了小我的限制型信念 并且又充分放松之后就提问 就像CHATGPT一样 问对问题是很重要的 就是我们怎么去问问题 然后敢不敢去延伸它 朝哪一个方向去延伸它 这个就是一个跟高我交流大致上的流程 不外求 然后灵性的成长速度会非常快 所以内在点节课是这样 那合一意识的那个课程呢 它主要是讲爱 就是我们该怎么爱自己呢 通常大家说到烂 可是都还是不太懂 为什么是爱自己 那就是因为我们根本就不懂爱 它其实是一种合一的意识 就是内外在毫无冲突的状态 那自己 自己又是什么 自己很多人也不知道自己是谁 其实真正的自己 就是真我 最究竟的一个空性状态的时候呢 它其实是一个很无敌 一体意识的状态嘛 其实很多的佛经 或是一些埃及的一些经典里面 其实对我讲到一的法则 然后或者是一体意识等等 主要就是教大家 如何通过一些有趣有用的方式 然后去消融自己的信念 让自己达到一个内外在毫无冲突 就是近乎快要没有冲突的状态 这当然也是 这是我教了嘛 然后这大家也是要去做一些练习的 连结到的时候 因为它其实像真的是自圆自圆的状态 搞不过它的声音 通常是会从顶端 又或者是你的胸口的这种地方出来的 而且出来之后呢 你的感受会是好的 会是满洋洋的那种安心的感觉 而不是你头部更紧缩 更限制的想法 所以它我觉得最接近的一个比喻 就真的是就是神来一比 那分辨的最大的方式就是感觉 偏紧缩的感觉是小我 因为小我它就是去鼓唱跟祖导 生存比较上下高低 对立 然后 只是不要跳脱舒适圈等等 如果是这个范畴底的话 就绝对不可能是高物 大家还有任何的什么问题的话 也是可以写信 或是Facebook或IG问我 包含如果有一些灵性或生活的问题呢 其实也是可以问我的 就先晚安啰 谢谢今天有这么宝贵时间 然后还陪我们到最后 拜拜 拜拜